大家好,我是Trisha 欢迎收听安博足球快讯 拉素肉拿加拉塔沙雷祭期 在港澳时间9月17日凌晨12点45分 拉素将作客对加拉塔沙雷 这场比赛是2122欧洲联赛首轮分组赛赛事 加拉塔沙雷的实力是软顺一筹 而且后防线也不太稳定 所以金像看好拉素可以全取3分 说回加拉塔沙雷 他们过去四个赛季两夺土超冠军 上季只以稍微的劣势屈居比锡达斯 就错失了冠军 从这方面来看 加拉塔沙雷的确对得起土超豪门这个称号 不过和其他欧洲豪强相比 加拉塔沙雷还显得未够班 上届欧洲联赛 他们在第五圈被加拉斯哥流浪淘汰 在1819届和1920届的欧冠联 他们都未能够在分组赛里出线 加拉塔沙雷今届欧洲联赛的旅程 其实不太平坦 在前两圈的外围赛里面 面对实力并不是很强的 蓝达斯和圣庄士东 他们都分别与对手打和 并没有展现出他们高人一等的实力 最令球迷担心的是 虽然加拉塔沙雷近六将各项赛事保持不败 但在进攻方面表现不错的同时 他们的后防线都出现了不少漏洞 最近五将各项赛事 他们都有被对手入球 今场要对耳甲竞女拉素 加拉塔沙雷主场落败的成数 都比较高 拉素在前主税殷沙基的悉心调教之下 最近几个赛季在耳甲里面 都显得极为有竞争力 虽然今季殷沙基转头去到国际米兰 但他的接替者沙利 他的执教功力绝不在他之下 作为曾经是拿波里 车路士和吴祖云达斯的掌台人 率队参加欧洲赛事 对于沙利来说是一件相当平常的事 在他执教拿波里的时候 他已经以大举进攻来闻名 现在的拉素又是他执教之下 比赛的风格也以进攻为主 在他的433战术里面 三名中场有更多任务 就是向前施压以及输出炮弹 而当中路易斯·艾拔图 更是他这一套战术的核心 斯路恩莫比利也在这一套打法里面 显得非常得心应手 前将6比1血洗斯帕斯亚 更是沙利的代表作 上将与A.C.米兰的交授里面 拉素以0比2圆败 这也令到球队上下心有不甘 今将要徽军加拉塔沙里 拉素是要拿他祭旗了 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记得给like 和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